再看一个东西叫做关卡切换 有的时候我们编辑了一个地图 通过某一个穿越点的时候 需要切换到另外一幅地图上 这个怎么来实现呢 首先我们要不就拿这样的门来改一下 拿这样的门改一下 之前我们是穿越到某一个点 现在我们把这张门找到 找到这张门 然后我们复制粘贴 来另外一个门 这个叫做什么呢 在这个level gate 可以切换关卡的一个门 把之前这些东西我们全部去掉 去掉 用在这个地方 就是只剩下这个盒子可以切换 当我们进入的时候 切换到另外一个关卡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 这一部分很简单 我们把这个门安在这个位置 安在这个位置 这样就可以进来 太挤了 转到这个位置 好 我们来新建一幅地图 新建一幅地图 可以直接拿这个地图来复制 或者是点文件新建关卡 创造一个time of day 创造一个time of day 保存一下 好 我们的新创建的一幅地图 新创建的一幅地图 给它加一些岛屿吧 在我们的学习包里面呢 有island 好 随便拖一个岛屿 好 我们就让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岛屿 其他的都不要了 这个球也不要了 只有一个玩家起始点 把这些东西暂时也先去掉 好 玩家呢 会过来之后呢 从这个地方开始 我们点一下保存 保存在我们的Orient Maps 的第二幅图 我们可以来一个叫做Level02 好 这样就创建了第二幅地图 如何来Orient Map 我们把名字换好吧 Orient02Map 02Map 如何来进行切换呢 刚刚我们做了这个门 然后重叠时 回到 我们先回到第一幅地图里面去 好 到这个地方来 如何来切换关卡 当我们进入到这个重叠的状态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叫做OpenLevel 打开关卡 然后将名字输进去就OK了 叫什么名字呢 刚刚取了个名叫做Orient Orient02Map 注意大小写不能错 但是在这个之前 我们得进行一个判断 就是只有人物才可以切换到第二个图 其他的东西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老方法来一个转换 CastorOrient 把它转换成我们的主角Orient 如果转换成功了就可以打开 如果不成功的话 就不能进行关卡切换 好我们到里面来运行一下 可以看到瞬间就要到这边了 但是这一部地图我们的人物还没有改 对不对 我们第二幅地图里面 我们需要把 好看一下怎么来改呢 改第二幅图 第二幅图保存一下 这之前我们没有讲过 世界场景设置里面 有一个游戏重载模式 我们需要把这个重载模式 换成我们自己的Orient Game Mode 对不对 这之前我们自己创建的 好这样子呢 才行 我们又回到第一幅图 回到第一幅图 这个时候可以切换 但是这种切换关卡的模式 切换关卡的模式是有问题的 是因为我们过来以后 所有身上的值都是复原了 都重置了 所以通常情况下 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 来切换关卡 或者是就在一个地图上 来完成所有的东西 怎么来呢 有另外一种 关卡的读取模式 叫做关卡流送 我们待会再来讲 什么叫关卡流送 流送的方式呢 会更加的自由 而且更加的自然一点